日本一一千三百六十六萬成交 老闆割價賣大包 東京竹地魚市場昨天開始 今年的日本一又是東京壽司連鎖店壽司三味 的喜代村公司老闆林壯頭島 不過他都好肉赤 去年只是用了497萬港幣 但今年競爭激烈 我知道這條重222公斤的巨型南旗吞拿魚 最終以天價一千三百六十六萬港元投得 為去年兩倍破殺紀錄 這樣都未算出血 我都知道 他會將每件成本三千多四千元的南旗吞拿魚壽司 以跳樓涉本價不用四十元賣出 為的都希望可以給更多人品嘗到 他們已經不是第一次這樣做了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 搞到去年經濟低迷 他們都賣個大包哄日本人開心 錯過了這個每年一度的新年盛事 沒得吃見下都好 沒了沒了 竹地魚市場 今年年底就會close 要看 後年就要去幾公里外 比這裏帶四成的新市場 讓我告訴你 南旗吞拿魚 近年濫捕情況很嚴重 近十五年 數目最減六成 隨時注重 所以都是小食為妙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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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處了